台北造起來計畫協助在地商家轉型 今年共有24間參與改造 週末在大稻埕有樂市場前推廣 包括老字號產業 標杆店家 從經營策略 品牌定位 產品包裝 都建構出專屬形象 提升市場競爭力 你好 我們是阿東烘培在木柵經營了24年 那我們的特色麵包是歐式的鄉村麵包 那像我們最受歡迎的拖鞋麵包 它是歐式的鄉村麵包 它有用養老麵 然後加了義大利的切片黑橄欖 所以它增加了麵包的鹹香 然後像我們這邊是我們的老客人 他剛好來我們常常買我們的拖鞋麵包 那像我們的還有一個特色產品是 那個重乳酪蛋糕 那重乳酪蛋糕是用兩種的乳酪蛋糕 去做烘焙 低溫長時間烘焙 所以它不會膩 那很好吃這樣子 改造部分是我們的招牌logo logo我們有重新做改裝 然後店面的貼牆 然後地面也有地貼 然後整個logo有幫我們做重新的設計改造 因為我們本來是一家老店 然後改造 那現在興起個名叫兒媽頓曼 我們是六十年老店的 一家子的 它是在昌吉街 本來這個紅燒燉曼 那現在我們重新改造 重新再出發 那我們東西亮點就是傳統美衛 六十年一家子的傳統美衛 然後繼續再稍微深造一下啦 就是說商品能夠提升品質 要再造一下 那希望能夠有更好的市場這樣子 萬華的話總共今年加起來有七家 就是再造店家跟行店有七家 像這邊的成都陽桃兵在西門第一 他們已經是六十年了 搬家之後順便重新改造 好 現在位置是在中華路這邊原本的樣子 現在已經變成一個嶄新的 非常的文青風的一個店面 另外那個在麻油木子也是在蒙甲 今年在蒙甲的 還有就是這個布田食品 也是蒙甲的 這個有三家 另外還有四家是行店的部分 那今年比較特別的 除了我們已經熟知的大稻埕 以及這個萬華之外 我要特別介紹 今年我們的戰場還擴達到了文山區 文山區今年有三家 就分別在中間的這邊 易興樓 就是他們是百年的古早味的 這個台菜的料理 送到了那個米其林的一個推薦 另外在牧葬一個是三方糧油 原本叫做三方植物油 也已經是一個老牌子的一個油行 他們自己有工廠 然後自己有油電 但是他們用的都是純天然 純這個最普法的 自有的這樣的一個方式 所以在食安風暴的時候 他們就安然提過了 因為他們有受到了這個安全食安上面的肯定 那我們改成叫做三方 因為是文山之方 所以是五三方糧油 台北造起來計畫推動八年 共福島148間店家開展新營運模式 其中也不乏二代老闆加入 匯集創新與傳承 翻轉城市街區形象 這個是從104年上任後開始進行的計畫 就是說如何讓在每個地區的一些 有特色的店喔 讓它重新再改造 因為這樣喔 雖然有些百年老店 你知道 但是如果就跟一百年前一樣 那很難在這個新的時代去興盛 所以我們當然想說 一個概念你知道喔 有點 然後有線有面 就是說我們在每個地方找一個好的 找一些店喔 把它弄得漂漂亮亮你知道 不僅是在經營形態品牌啦 甚至它的內裝你知道 都給它改善 那這個通常改進以後 總是生意會變好 生意變好以後 就可以開始讓旁邊的商家開始改進 邏輯就是這樣 那我們一開始就選定大稻埕 所以目前這個有 改造的店家有34家 算是全台灣最多的地方 那第二個是萬華 因為萬華這幾年 疫情比較嚴重 受損比較嚴重 所以我們就是把這兩三年的這種 主力都移到萬華去 不過最早是在大稻埕 那這個 常常改造的項目很多啦 包括現在我們在開始引進電商 還有物流 因為我想大家這樣 Foodpanda UberEater 也是革命性改變我們台灣的這種 夜市的形態 有時候去夜市場看到沒什麼人 不過看到Foodpanda 因為Foodpanda一等都在跑 那慢慢我在想說 我們這些店 你知道 大概電商建立 下一個就是物流 你怎麼外送 開店 怎麼在 網路 你知道 去跟人家競爭 而且網路的宣傳策略 所以我想這是一個 還蠻漫長的過程 在未來我們還是繼續進步 就是說 革命需要樣板 讓每一個店 你知道 讓它做出特色 那 其實如果透過網路的話 不管是B2B或B2C 就是說 它有時候只做批發 但是在網路世界 做批發的也可以很容易做零售 因為批發跟零售就沒有界線 那事實上 大概我們在今年跟明年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工作要做 一化 整家店 你知道 要把它一化 那一化的話 當然不可能每一家小店 你知道 特別是台灣是中小企業為主 也不可能每一家小一個商店 那就好IT人才 我想不太可能 所以這個整個一化 應該還是要由市政府 組一個專業團隊來協助 所以決定就是這樣 台北造起來視頻同樂會 我們就在台北 每個地方 你知道 找一些店 用這些店來做一個樣板 把它做到最好 然後從這個成功的案例 再擴展到它周邊去 我們是在六年前 參加台北造起來的計畫 那我們參加這個計畫 它裡面的規劃 就是在我們門市 整體視覺 還有這個數位轉型上面 去做改造 對 那門市的話當然就是 門市部分的重新裝潢 對 那整體視覺的話 還有幫我們設計的包裝啊 logo啊 以及我們的這個 中島陳列的設計 對 那數位轉型的部分 是幫助我們建置官網 對 然後以及新增一些電商通路 營業上的話 當然就是增加更多的曝光機會嘛 對 那也會讓我們這種 很傳產的烏魚子 那讓更多的年輕人啊 或是新世代的消費者看到 對 今年的改造店家 也推出聯合優惠活動 包括消費折扣 滿額增理 歡迎民眾關注 台北市商業處粉絲專業活動 到店體驗商家改造前後的新氣象 天氣來波我們 記者文君台北報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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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